一群妙龄少女怀揣着希望走进了皇宫 他们都是新晋的才人 而在这一群人当中 由于一位少女更是厌贯全方 她就是五如意 正是那位名垂千使的泽天女皇帝 不过此时的她才年方十四 还只是一个默默无闻的小小才人 这位才人还不下跪 你不要命了 可是公公 刚刚皇年里面明明没有人啊 见皇你如见陛下 便是空年也需下跪 跪下 哦 入了宫门 他们见到了贵叔贤德四位妃子 而五如意的美貌很快引起了他们的注意 你 叫什么名字 才人五如意 外见贵妃娘娘 你的父亲就是五十余 我记得他 为贵妃的话让五如意很是开心 还以为自己父亲名声在外 可没想到接下来为贵妃画风突变 说他父亲不过是在高祖启示之时 花钱买了个棺座 原来就只是个悲剑的商贩 五如意听着他们铭记暗讽 泪水在眼眶打了几个转 才勉强忍了下来 这一切都被英德妃娘娘看在眼中 这五如意 的确是明眼动人 绝非凡品 可是他眼神里的执拗和倔强 并非陛下所喜 陛下近来偏爱柔弱温婉的女子 就像贤妃妹妹一样 刘贤妃听了自事满面春风 倒是一旁杨淑妃若有所思 此时为贵妃巡视完毕 劝勉了堂下才人一番 便各自离去 可就在这时 却发生了意外 怀孕的贤妃 竟意外从楼梯摔倒了 而在这之后 她把矛头指向了淑妃 淑妃 你何苦要推我 淑妃又惊又恐 自己明明和她隔着一段距离 怎么好端端就把事赖到自己身上了 她的侍女竭力替她分辨 可贴身之人话语 又如何让人信服 为贵妃脸色很利 转身问起了德妃 德妃 你说 你在她身后 你看见什么了 德妃哪边都不想得罪 只好说自己什么也没看到 而就在此时 贤妃一群渗出血迹 又晕了过去 事态越发地对淑妃不利 便在胶着之时 一个突兀的声音传来 贵妃娘娘 刚才如意亲眼所见 是贤妃娘娘自己不小心 从楼梯上滑落下来的 并不是淑妃娘娘所推的 五如意的话 暂时让淑妃摆脱了嫌疑 却也将自己卷入了后宫的风波 没多久 事情就传到了皇帝李世明这里 而经过太医的诊治 贤妃虽然自己平安无事 孩子却是没了 更可悲的是 因为她伤了身子 又多次滑胎 从今往后只怕无法再受孕了 贤妃听了 当下就跪了下来 贾欣欣哭诉自己没有照顾好贤妃妹妹 淑妃则是一脸忐忑 想要跪下替自己申冤 但皇帝却是明察秋毫 说此事不关她事 然而为贵妃却不想善罢甘休 皇帝却以先一步了解了事情的来龙去脉 有一个新入宫的小才人 亲眼看到贤妃是自己不小心失足摔倒的 一个新入宫的小才人说的话 何作为信呢 正因为她是新入宫的 之前对宫里的人一个不认识 所以她说的话才客观公寓 朕相信她 李世民这番论断也算是给这件事暂时画上了句号 但暗地里她却派人调查了起来 虽然无甚进展 却有了一点头绪 贤妃娘娘前两次流产 绝非意外啊 李世民心中欲解 却正遇到宫中才人们在湖中放花灯许愿 她兴致烧好 命人捞了起来 其中有两个人引起了她的注意 一个是才人徐慧 她没有许愿 而是写了一首诗 这是这年轻时候的诗 而另一个人的许愿条却是空白一篇 只有署名 无愿可许 这个五如意是不是就是今天在俸禄台 替杨妃作证的那个才人 嗯 正是此人 而此时的宫殿之中 韦贵妃则是怒气满盈 此番刘贤妃摔倒滑胎一事 都是她精心策划 目的就是为了除掉淑妃 可没想到一个小小才人却坏了她的好事 就在当夜 韦贵妃又来到了贤妃的住所 这些年来 她依仗自己的权势 又拿贤妃父亲的仕途做威胁 一手扶植了贤妃这个傀儡 贤妃听到她亲口说出如此恶毒的话语 心中不免一片冰凉 但是到如今已没有后悔药 她暗中替韦贵妃作下那么多伤天害理之事 已是无从翻身 离去之时 韦贵妃的侍女留下了一条白领 而就在隔天一早 贤妃自溢在了房梁之上 宫廷之路艰险无比 五如意又将如何杀出重围 登上她的女皇宝座呢 女孩无意间来到了一座宫殿 在这里她看到了一张美轮美奂的面具 欢喜之下她戴上了面具 跳起了蓝陵王入镇去 便当她沉醉其中之时 一位鹦鹉不凡的男人走进了大殿 她正是皇帝李世民 而在看到女孩曼妙的舞姿后 李世民想起了故去的长孙皇后 鬼使神差之下 她走上前去 和女孩共舞了一曲 可当她要接下面具之时 女孩却慌张逃离而去 这便是李世民和五如意 第一次不经意的邂逅 回到居所 五如意依旧新潮起伏 和一个第一次见面的男子共舞 实在是太过大胆 而令人啼笑皆非的是 他们两人的这番邂逅 却让本该前来给皇帝 事情的萧强在甘露殿 白白等了一晚上 待到来日天明 李世民从罪梦中醒来 公公便提起了此事 还特地讲了萧强的来历 萧才人 她是为贵妃的医生女啊 李世民一听是为家的人 便给足了面子 赏了萧强一块自己的贴身 玉佩月银爵 而在这之后 公公又报给她一件大事 承庆殿中长孙皇后的 蓝陵王面具被盗了 这可是她生前最喜爱之物 李世民心中一动 似是想起了昨日的美好邂逅 她不动声色 吩咐下去暗查此事 一定要把拿走面具的人找出来 只是事不凑巧 当公公搜查到夜庭之时 五如意却又带着面具 回到了承庆殿 她是来归还的 而缘分这东西真是十分奇妙 她还没来得及将面具还回去 就又遇到了前来怀旧的李世民 两人隔着一扇屏风 却是谁也没发现谁 更巧的是 公公随后又闯了进来 向皇帝禀告进展 眼见五如意就要被发现 一个人将她拉走躲了起来 正是她的好友才人徐会 两人偷偷溜了出去 却也平白失去了 这归还面具的大好机会 到了晚间 五如意将面具小心翼翼 收进了自己箱子 可她鬼鬼祟祟的模样 却正巧被肖强探头 待到来日 皇帝照裁人们表演才艺 然而上场之时 五如意却发现 自己的面具 却被换成了 长孙皇后的那具 无奈之下 五如意只好硬着头皮 戴上面具出场 表演之时 五如意惊奇地发现 那日和自己共舞之人 竟然就是当今皇帝 而他脸上面具 也很快被众人认了出来 李世民当即就打断了线武 让五如意除下面具 你可知道 你犯了死罪 五如意惶恐不安 没想到事情 会变成如今这般光景 他正茫然无措之时 高抬之上 唯贵妃却先发起难来 你盗窃先皇后遗物 还深夜惊扰圣驾 这不是死罪 是什么呢 我 我没有 难道此物 不是你取自成庆殿的 五如意自知理亏 百口莫辩 唯贵妃却画风一辩 说素来听闻她文采卓月 便给她一个机会 今日是文德皇后的继承 如果你能在七步之内 作诗一首 称颂文德皇后的智慧 美貌与贤德 本宫就饶你不死 这般要求 却哪里是给机会 分明是落井下石借故羞辱 五如意没有办法 硬着头皮答应了 可短短七步 她又如何做得出一首诗来 只好如是回到自己做不出来 为贵妃见她出仇 心欢更甚 奚落她徒有才女之名 五如意心中不服 却是与不惊人死不休 五如意一个小小才人 竟然敢说已故的长孙皇后 是个可怜之人 这一番大逆不道之言 让众人脸色大变 为贵妃当下救命运将她拿下 要乱仗打死一锦孝友 徐慧听到心急如焚 跪下替她求情 可待李世民问起不杀她的理由 她又说不出来 便当这危急时分 杨淑妃开了口 今日是皇后继承 若她在天有灵 也必不想看到今日血洒殿前 李世民从善如流 饶恕了五如意 但死罪可免活罪难逃 还是将她关押了起来听后发落 只是一想起五如意说的话 她心中怎么也不是滋味 没过多久就把五如意给照过来问话 五如意虽然忐忑 还是说出了自己的感悟 她觉得文德皇后一边要照顾七个子女 一边还要掌管偌大的后宫 就在这样的情况下 她还能写下厚厚的女则十卷 那必然牺牲了和皇帝的相处时间 对于五如意的这般提论 李世民只给出了四字评语 自作从业 但这般交流之后 她却更改了对五如意的处罚 将她派到澄清殿打扫 闲时则是超女则来反省 消息传到为贵妃这里 她却是气坏了 想拿澄清殿 连他们四位妃子都不让进去 如今五如意却能随意在其中走 这咋是否 这分明就是啥 有鉴于此 众人都以为五如意会因此得到圣决 但事实是五如意至今仍是完璧之身 反倒是萧强 因为以母为贵妃从中帮衬 被宣去侍寝 在接到赵令后 这位萧财人那是一个春风得意 还特地跑到五如意和徐慧跟前挑衅 其实日落时 我并知晓陛下会喧无 你此刻的表情 实在是妙 让我一辈子 都忘不了呢 萧强的美貌和家世 也确实让他得到了李世民的青睐 可他也不会想到 还没几天功夫 就有另一个极为特殊的秀女被送进了宫 而这位名叫郑婉言的才人 容貌和故去的长孙皇后简直一模一样 竟然有如此相像之人 郑婉言的到来 又会给本就波掘云鬼的后宫 带来怎样的风波呢 三个角色美人在御花园中嬉戏 而皇帝李世民的目光 却只停留在才人郑婉言身上 因为他的容貌和故去的长孙皇后简直一模一样 很快 他就召郑婉言前去侍起 家人当面 他越看越是惊奇 天色已晚了 不如 让臣妾 侍奉陛下安歇吧 然而就在郑婉言说出此话之后 李世民却是神色一变 随后竟是一言不发 离宫而去 李世民信不而行 不知不觉就来到了成庆殿 此时五如意正在里面抄写女责 李世民看到他不小心弄了自己一脸狼狈 心中却是莫名开怀 难得露出了笑容 他也未曾打扰 只是在半夜命远送去夜宵 倒让五如意一头雾水 不知何人馈赠 待到天明 李世民又回了甘露殿 突然册封了郑婉言 从今日起 你便是结余了 郑婉言心中欢喜 脱口说道 陛下 等散了早朝以后 回来给陈妾描眉吧 然而李世民听到此话 神情却是大变 因为此话 故去的长孙皇后也同她说过 你笨手笨脚的 这一瞄就得半个多时辰 难道让大臣们厚制不成 国家大事 哪比得上你我闺房苗眉之乐 越说越不成样子 快去上朝吧 李世民脸色阴沉着离开了 上朝路中 他把自己的一律 同长孙无忌说了 相貌相似 也就罢了 连说的话都一样 这边有些古怪了 说的话都一样 如此刻意的举动 让君臣二人明白 郑婉言的背后 只怕有人在指使 此事 只能查上一查了 而就在这之后 李世民依旧每晚都宣召 郑婉言前来请公 可他却从不灵性于他 反而每到半夜 就去找五如意谈天说地 郑婉言不知道其中缘由 心情自是不快 可没想到在这当口 还遇到嚣张跋扈的 萧强来给他添堵 他也不惯着萧强 当即就以身份压了过去 我是郑三品的劫鱼 你只不过是一个五品财人 见了本劫鱼 为何不行礼 你 不但如此 他还嘲讽 萧强是个不懂礼术的数目 萧强被他戳到痛住 也是撕破了脸皮 当着众人的面 萧强扯开了郑婉言的袖子 露出了那刺眼的手工纱 萧强一步三摇得意地离开了 而郑婉言却不愿相信 事实会是这样 为了求证此事 他特地拜访了五如意 开始试探起来 前夜陛下照我失情 可是他早早地就离开了 直到第二天早上才回来 穆姐姐 哦 你说陛下 他能去哪呢 五如意心中犯虚 怕引起不必要的误会 便推说不知道 但郑婉言却从他的神情语态中 得到了自己想要的答案 分别之后 郑婉言有了更深的体悟 我果然还是太傻了 竟然真的相信 在这后厅还会有好人 郑婉言觉得自己被欺骗了 这一刻 他做出了自己的决定 我要见德飞娘娘 而由此 一个巨大的阴谋即将笼罩五如意 我想让他死 郑婉言找到了姑母英德飞 想除掉五如意 因为此刻在他眼中 五如意已经是一个与他争宠 在背后兴风作浪的小人 只是英德飞却有些惆怅 除掉一个小小才人自然简单 可难保不因火烧身 郑婉言却在此时抛出了他的筹码 如果我在后宫有一番作为 我一定不会忘了在陛下面前多多美言 好让齐王 能够早一点回到长安 回到娘娘身边 英德飞四世心神不定 不过最后还是答应了帮他 没多久 他就派人送去了一瓶毒酒 其中暗藏机关 郑婉言得了此物 迫不及待地喊来五如意一许 在趁着闲话家常之时 他偷偷给五如意倒下了毒酒 可没过多久 五如意还是一如平常 他自己却反倒开始蹊跷流血 郑婉言惊骇莫名 却已是为师已晚 不过片刻功夫 变毒发生亡 死在了五如意怀中 此事很快被抱了上去 没多久 韦贵妃和英德飞双双来到 而五如意 已经被当作嫌疑人关押了起来 韦贵妃便在此时询问起了英德飞的看法 韦贵妃对英德飞的话不置可否 转身喊来了公共 给此事定下了基调 本公觉得五如意嫌疑颇重 须得连夜详加审问 我希望明日一早 五如意如何行凶 为何下手 你都得给我一个交代 奴才定不辱命 这一番话语 摆明了是想置五如意于死地 而面对她这样的安排 英德飞却是唯唯诺诺 借口身体不舒服 全全交由她定夺 为贵妃老大看不起她 等她走后不免嘲笑了一句 不胆数倍 且说英德飞回到寝宫 就敲起了沐鱼 她家的老仆张公公看不下去 觉得她任由为贵妃做大 恐怕不妙 英德飞却是痛苦地闭上双眼 让她不用去查 因为这一切都是她的谋划 本公说了 郑婉言 是本公除掉的 而另一边 不肯招供的五如意却遭到了唯贵妃的刑讯逼供 眼看情势危急 作为至交好友的徐慧 则求到了杨淑妃那里 因为她知道虽然唯贵妃表面看似风光 但如今皇帝心中 最宠爱的实则是眼前的这个杨淑妃 杨淑妃倒没想到一个才进宫的裁人居然有如此的眼眉睛 对她不免高看了几眼 她没有拒绝徐慧的请求 答应帮忙从中斡血 因为此事明面上看是五如意的事 但其实关乎四大妃子的争斗 她也不敢保证 唯贵妃会不会将这事牵连到她头上 稳妥起见 杨淑妃将此事通报给了李世民 而没多久 李世民就赶到了内庭 见到了饱受折磨的五如意 李世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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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如意被唯贵妃折磨得半死不活 可唯贵妃却睁眼说瞎话 对皇帝说没有对她用心 李世民明察秋毫 心底明白她肯定是用了阴毒的刑法 但她却没有戳穿唯贵妃的谎言 反而说相信唯贵妃 只不过她话锋一转 三言两语又将事情交给了大理寺 朕相信爱妃的能力 只是 我想让你劳心 这样吧 让大理寺的戴卿 彻查此案 为爱妃分忧 自始至终 李世民都没有和五如意说一句话 在交代完事情之后 她头也不回地走了 这让五如意心中一片冰凉 但为贵妃却是明白李世民的心思 刚才陛下画面上 句句照服本 实则是以退为进 是要保全五如意 那娘娘的意思是 为贵妃不想因为一个小小才人 触目皇帝 只好把五如意放了 而五如意经此一事 却是心 他们已经找到了那个有毒的酒壶 李世民自然听出了她的话外之音 这件事 只怕是螳螂捕蝉黄雀在后 而那一事却非同小可 五如意依然有着嫌疑 他又被关入了大牢 而没多久 李世民就找上了她 今天在内事件 为什么要撒谎 如意所说 这句属实 机会只有一次 若是错过了 别后悔啊 如意心甘情愿 不会 李世民既探明他心意 也不再坚持 随后他告诉五如意 因为郑婉言一案他无法自证清白 所以不得不罚他到夜庭潜心四果 五如意不在乎自己受苦 却只愿日后能查明真相 以为郑婉言在天之灵 但李世民听了他的话却是一声冷笑 朕要是你 就不会非要求个什么真相 为什么 可是婉言婉言 我们情同姐妹 而且还 情同姐妹 你可知那郑婉言要杀的是谁 五如意听的这般问话 不由想起了当日郑婉言的不寻常之处 聪明如他 自然猜到了其实是郑婉言 想要毒杀的原本是自己 他不愿相信也不敢相信 李世民则是趁机给他上了一课 五如意心中苦痛 却还是在李世民走之前拦下了他 陛下 求你保全婉言的名声 李世民却是颇不认同 以德报怨 那何以报德 话虽如此 他还是答应了五如意的恳求 此事过后 五如意很快被送进了夜庭 而新的危机也随之到来 五如意扔了一块肉给猫 可没想到猫在吃了肉之后竟然被堵死了 而这些食物都是他的好姐妹徐慧送给他的 但是五如意相信徐慧不会害他 于是在晚上相会之时把这件事告诉了徐慧 事不相瞒 今天你给我送的食物里面 就已经被人下了毒呢 怎么会呢 给你的食物 我都是吃过的呀 徐姐姐 你真笨 我不信你我信谁啊 我只是担心你的安慰 两人并没有因为此事产生隔阂 反倒更加惺惺相惜 并因此一劫金兰 从此以后 以姐妹相称 是要同甘共苦 相互扶持 不离不弃 其实这件事完全都是英德飞的女官刘思耀 擅作主张做下的 这五如意活着 是个麻烦 奴婢是想给娘娘解除后患 胡闹 英德飞是信佛的 他倒是不愿网造杀业 本是个无辜之人 我们又何必赶尽杀绝呢 自此以后 五如意小心谨慎 终于在挨过一年的时光后 脱离了叶婷的囚禁 崇德自由的他和徐慧相拥而起 经此一事 他们也明白 若没有靠山 在后宫将是步履为奸 于是两人投靠了杨淑妃 而杨淑妃对他们两人也很是看重 还赏赐了五如意一把宝膳 转眼到了唐朝盛会琉璃宴 五如意将宝膳借给了徐慧增添美色 自己却扮成了风流倜傥的公子哥模样 可杨淑妃再见到扇子在徐慧手中时 却是神色一变 等到了宴慧 东赢第一起手前来挑战财女徐慧的棋 而且还立下了毒石 今日在下都赢不了他 便即刻抛妇自尽 徐慧此前早已做好万全准备 此番比试本该胜券在我 可不知怎么回事 吓到一半他却突然晕了过去 只留下了一盘残局 东赢棋手剑姬则是咄咄逼人 此事关乎大唐荣耀 五如意挺身而出 慢着 我来跟你想 这五才人 什么时候还精通起义呢 他竟然敢站出来应战 必是心中无缝 尽管其变 其实五如意棋义并不精湛 他之所以赶前去应战 完全是因为徐慧昨晚将 欺谱破解之道告诉了他 如意你快看 此局甚是精妙 百般露术 最后竟就其归一招 若下于此处 则此局平手 但是若下于此处 则是其破解之道啊 一切都和徐慧的预想分毫不差 眼见到了决胜义子 五如意却将子落到了平局之上 他本意是想给东赢棋手留个面子 没想到这个对手性子孤傲 他知道五如意是有意让自己 于是起身就要让人拿刀切斧 李世民自然不肯见到如此煞风景之事 便好言相权 以一己之力面对我大唐两位棋手 实属无意 若是赢了阁下 反倒是我大唐胜之部 这祈祷之妙不在于胜负输赢 而在于切磋互进 此即下城平局 乃美式一桩 所以何来剖腹啊 这一番话给足了台阶 更让东营一族仰慕我大唐风采 就在这之后肖强一袭盛装前来献武 可五如意和李世民都没兴致观看 双双前去探视晕倒的徐慧 便趁着太医诊治的时间 李世民开始向五如意心事问罪 故意把他吓成何局 你胆大抱天呢 五如意却是振振有词 李世民嘴上没点好话 心底却是对五如意更是欣赏 便在他走后 太医给出了徐慧的诊断结果 中毒 五如意心中一惊 这把宝扇可是自己借给徐慧的 便在他忧心之时 杨淑妃走了进来 随后杨淑妃告诉五如意 这把扇子是唯贵妃送给自己的 这一切都是他在背后捣鬼 目的就是破坏琉璃燕打压自己 杨淑妃让五如意不要轻举妄动 等他查明真相一定会给他们姐妹一个公道 五如意相信了杨淑妃 可他不会想到 这毒本就是杨淑妃下的 他想做的 不过是将此事嫁祸到唯贵妃身上 好巩固自己的地位 至于徐慧 不过是代五如意受过而已 没过多久 关于此事宫中又传出了另一个版本 他们说 是姐姐在扇子上下了毒 害了徐慧瑜 他们还说了什么 我跟他们理论 我说不可能 我说那扇子 本来是为非送给杨淑妃的 可他们却说 是吗 哼 就算你的五姐姐没下毒 她肯定也是知情的 他呀 就是想在琉璃宴上出风头 所以故意把毒扇子送给徐慧瑜 五如意被人误会 心中满不是滋味 可他也不会想到 日后他和徐慧将在误会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五如意一袭子装 明媚动人 连小小年纪的李志也瞧得吃了 羔羊公主见到忍不住打去 九哥在看美人呢 今日是唐朝盛会 万邦来朝 可偏偏有不开眼的一族借着这机会想给大唐找难看 大家眼前这片菊花确实美极了 现在就请大唐的智者去采一下其中最美丽的那一朵 但是有一个规矩 只需采一寸 而且不能走回头路 裁员徐慧一眼就看出 这是一个死菊 美无定论 无论你找到哪一朵 对方定能找到另一朵 说他更美 一族王子见到没有人站出来 更是嘲笑大唐无人 五如意受不得这气 刷得一下站了起来 李世民见到 劝他不要逞强丢脸 但五如意却似胸有成竹 只见他同杨淑妃悄悄说了几句话 随后就来到了万花之前 一时间 全场的焦点都到了他身上 但五如意却不慌不忙 随意摘了一朵 三邦一族见到 不免嘲笑 还以为遇到个财女 原来是个傻瓜呀 财人此举却是轻率了 我给你采一朵 你这好看十倍的花吧 连李世民也呵斥他若是解不了体 不该强行出头 但五如意却依旧笑意盈盈 信心满满地朝前走来 而在这之后 突然窜出一名工人 一把火将剩下的万千菊花 烧了个干干净净 他这般剑走天风已知破例 让李世民也是龙颜大悦 藩邦一族更是朝他竖起了大拇指 但藩邦王子依旧不肯罢休 又在射术上和大堂叫起了劲 还一剑将自己扔出的毡帽射到了原柱之上 迎来了满堂贺彩 李世民乃一代圣君 攻马天下 当下竟亲自出场 要挫挫他们的锐气 而他的靶子 竟是刚才五如意摘下的菊花 至于持靶之缘 五如意则是当仁不让 只是他这一次射箭的难度 比刚才藩邦王子的难度不知要高出多少 也亏得他们一个赶气一个赶射 李世民当真是一代雄主 伴随着花瓣散落 他赢下了此局 五如意捡起被他射中的残花 暴傲地迎着娇羊举了起来 这份胆拓和胸襟 也看待了台下众人 我姐姐好美啊 有哥 我老是能像他一样 也许殿下便不会再老拨我 三邦王子对此事心服口服 崇敬之下他问起了五如意名字 五如意正要告知 李世民却打断了他 恩赐你一个新名字吧 当初曹子健 见洛神女 曾做妇道 柔情绰态 魅于语言 以后你就叫魅娘吧 不但如此 他还得下了另一个恩典 让他禁欲书房伺候秉悟 这一番禁欲 献杀了旁人 哪怕是他的好姐妹徐慧 也不禁暗自神伤 五如意得此殊荣 本以为会轻云直上 可没想到 一个今天的预言即将临逝 将宫中 所有姓母的男女 全部除死 五妹娘惊恐无比 因为李世民举起宝剑想要杀她 便在剑落下那一刻 他惊醒了过来 原来这都是一场梦 而他之所以会做这场梦 是因为昨天晚上他偷听到了李淳风对李世民说的话 请陛下杀光 朝中所有武士 否则 射计 威仪 李淳风之所以提出这样的要求 那是因为他测算天机 算出了两句惊天真言 唐 三代而亡 女主 武士 大侍 如此一来 现在最受宠爱的五妹娘守当其冲 被列为了头号清除对象 但李世民却是不愿滥杀无辜 便暂时将此事压了下来 只可惜天下无不透风之强 这两句真言很快就在宫中传开了 唯贵妃自然不肯放过除掉五妹娘的大好机会 便派的人去游说李淳风 可没想到李淳风却是有原则的狠 不肯同流合污 公公气的只骂他不识抬举 而等他离开 李淳风却突然拔出了匕首 因为之前他就算卦算出今天有另外的访客 阁下躲了这许久 还不打算出来吗 若是再不出来 在下可就不客气 真不愧是道家高人 一切尽在掌控 好吧 当我没说 而这个杂晕李淳风的正是五妹娘 她是气不过来评理的 单单因为一句真言 就要杀光宫中所有武姓之人 这是何等荒谬 但李淳风却不为所动 想谋物暗示 内必有所失 这便是她眼中的天道 五妹娘改变不了她的想法 只好将她放了 我告诉你 这宫屋 就算是真的有女主武士 这个人也绝对不会是我 我一定会把她找出来 证明给你看 便在此时 李淳风突然来访 她想听听 李淳风是否有新的看法 但李淳风却还是认定 五妹娘就是应试之人 并且她有六成把握 李淳风信不过 让她当场补挂 可蹊跷的是 补挂的铜钱却莫名其妙少了一枚 李淳风却是满不在意 算了 别找了 这或许又是天意了 等她走出阁楼 却摊开了手掌 那一枚丢失的铜钱 正在她的掌心 李世民随手将之丢弃 她这番举动 摆明是想保下五妹娘 而在阁楼之中 五妹娘谢过李淳风替她隐瞒行踪 也告辞而去 临走之时 李淳风喊道 你若是女主武士 我会继续向陛下建言 让她杀了你 五妹娘则仍旧坚定地回复了她 如果这宫里 真的有一个祸害大堂的女主武士 也绝对不会失误 此事过后 五妹娘依旧好端端地待在李世民身边 但为贵妃却不肯善罢甘休 便在十日之后 李淳风策算天机出关之日 却被人发现李妻死在阁楼 而她的手中 则仅攥着一纸怪言 古兆 自如意 陛下 主才人 如果这宫里 真的有一个祸害大堂的女主武士 也绝对不会失误 五妹娘信誓旦旦和李淳风说下了自己的保证 可没多久李淳风就离其死亡 而她遗留地挂下 再一次把祸害大堂的女主指向了五妹娘 但李世民却反而更不相信 李淳风死得这么蹊跷 偏偏又留下了对五妹娘不利的证据 这不摆明了有人针对吗 她以为贵妃的猫不见了的理由 要搜查五妹娘的房间 杨淳淑妃已然将五谷娃娃藏好 杨淑妃倒是挺相信五妹娘的 我觉得你行事随性果敢 绝非善用阴谋诡计之人 而且 你对陛下真心可见 我相信 你绝非太白妖心 女主武士 而对于为此她送了五妹娘几件礼物 这是 嗜毒驱骨之物 这让一旁的徐慧暗自神伤 而很快 李世民又把话头转到了年少的女人 李志身上 让她多练习骑射 五妹娘心想自己的狮子聪温顺 便鼓励李志上去一试 可等李志刚骑上马 狮子聪就发了口 此事过后 五妹娘却再次被推上了热搜 因为她在此次今天营救中的表现实在太过抢眼 如此杀法果决 连许多男子都自愧不如 朝中大臣对她越发忌惮 李世民纵然再是相信她 为了朝堂稳定也不得不开始冷落她 于是她召来了五妹娘的好姐妹徐慧 当起了挡箭牌 而且还额外传了一道旨意给五妹娘 姐姐 方才王公公传话来 说陛下的旨意是 让姐姐自今日请 不必再去御书房了 五妹娘和李世民约会 却见到她的怀里搂着其他女人 陛下此举什么意思 朕只想告诉你 你说为朕武义取蓝灵王 她伤心欲绝 从今以后 妹娘不会再来打扰陛下 五妹娘魂不守舍地走出了大殿 屋外狂风大雨 就和她的心情一样凌乱 郁杰之下 她晕倒在了池盘 而在甘露殿 五妹娘已是人事不知 太医给出了办法 需要在华青池里 蒸上九九八十一个小娘 进入了池中 黄天不负有心人 五妹娘终于被她救活了 但她自己却累得病饱了 却说五妹娘醒过来之后 隐隐约约觉得是李世民救了她 为了求证 她又跑到了甘露殿 李世民却不想让她知道真相 故意装起了睡 五妹娘只好自言自语 我到现在才明白 你说原我 只是因为你心里怕 是啊 妹娘揪完胡子 心满意足地离开了 留下李世民一脸猛逼 而没多久 李世民突然宣召五妹娘 半嫁离山 只不过此行她是另有目的 你带着妹娘 从离山西路十八盘小道 悄悄下山 山脚下的客栈里 有她生活所需要的 医用物件 你要告诉她 离开长安后 就不要再回来了 自己 好好地活下去 是 李世民本想借此机会 彻底断绝同五妹娘的情愿 可没想到离山之行 却突生变怒 活救长孙无忌 为了除掉五妹娘 竟然买通了 她的贴身护卫刺杀妹娘 好在太子及时赶到 这才有惊无险 妹娘也只是受了轻伤 但她却以为 是李世民想要除掉自己 此时的五妹娘 也是个恋爱能 竟想到了轻声 好在李世民眼急手快 及时拦下 这才避免了一场悲剧 此事过后 五妹娘终日郁郁寡欢 女主武士的预言 始终笼罩在她的头顶 然而就在这个时候 太子妃忽然找上门来 因为当初李淳风的预言中 第一句就是唐三代而亡 太子成前如果不出意外 就是妥妥的三代 因此 她也受着预言所累 被有心之人弹劾 魏大人的意思是 只有保住了殿下 同时保住了武才人 才算真正破了这个预言 五妹娘心思急转 既然有了同盟 那事情就有了转机 请客间 她就有了一个主意 昔日李淳风 还没有补出真正的女主武士 便已经暴毙身亡了 不如 就让我们一起 帮她完成这个补算 此话怎讲 太子妃持续把我的话 带给魏大人 她自能明白 妹娘的意思 魏征是个老狐狸 那是一点就透 五妹娘的意思是说 现在众人都在猜测 谁是真正的女主武士 与其让他们 今天怀疑是一个财人 明天又把矛头对准殿下 我们何故 炮制出一个所谓 真正的女主武士出来 坐实此人 堵住悠悠众口 如果老臣没有猜错的话 这也是陛下 所乐于看到的结果 没多久 一本奏书就被送到了 皇帝李世民跟前 李世民露出了笑容 心想 还是魏征你的老狐狸懂我呀 那此事 就交于魏清了 臣 遵旨 于是李军宪光荣地成为了这个替罪羊 对于这样的安排 哪怕长孙无忌也挑不出毛病 从始至终 他的目的就是为了除掉女主武士保住大唐江山 至于这个人是五妹娘也好 是李军宪也罢 对他来说都没有分别 但如今他又有了另外一层忧虑 五妹娘如今不过是个小小才人 李世民就如此宠爱于他 不惜为他大动干戈 若是以后他为妃为后 又为皇帝诞下子嗣 那大唐的继承难保不出事端 李世民明白他的意思 为了打消他的顾忌 他做出了一个决定 让五妹娘平安地留在宫中 朕答应你 不让他怀上朕的骨血 自此以后 五妹娘又重新回到了李世民的身边 但新的危机即将到来 魏王李泰就在此刻找上了徐慧 说起了五妹娘的坏话 只要有五妹娘在父皇身边 你永远只会是一个透明的存在 魏王李泰的话 犹如一根粒子 深深地扎进了徐慧的心中 而仇恨的种子一旦深奔发芽 就在难以遏制 此时的五妹娘已经重获李世民的宠爱 但她并没有忘了自己的好姐妹 还要求李世民让徐慧继续来御书房伺候皇帝 陛下 徐姐姐对你一往情深 陛下前一阵子温存 此刻忽然就冷淡了 我怕徐姐姐 她心里面受不了 五妹娘啊 前一阵对她好事因为想冷淡你 这样能保证你在离山分别时 心无牵挂的你看 现在此事已经了结 朕不想给徐慧留更多虚幻的念想 不管怎么样 陛下都爱为徐姐姐着想一样 毕竟 她是妹娘在这宫中最亲的姐妹 李世民拗不过她 只好答应 可等徐慧得知此事后 她反而更是难过 陷入魔争的徐慧已不再珍惜这份姐妹之情 我是你的姐姐 不是你的眼子 更不是你可有可无的替代品 我以为你所赐 李小阳怎么会对我视若无睹 妹娘 我不想你的虚情假意的失神 只有这后宫没了你 我跟陛下 在终将会得到解脱 她想脱下妹娘送给她的那只代表姐妹情的手镯 可却怎么也脱不下来 癫狂之下 她狠狠砸碎了镯子 全然不顾自己手臂被伤的鲜血淋漓 自此以后 徐慧表面仍装作和妩媚娘情深意重 但暗地里却一直想方设法谋害于她 而机会也很快到来了 太子城前因为豢养鸾童被朝臣弹劾 李世民无奈之下 只好命城前杀了鸾童来平息此事 可没想到太子却舍不得 偷偷将男童藏在了芒山 此乃欺君大罪 太子非意外得知慌乱不已 就想来找同盟五媚娘商量对策 可没想到媚娘刚好不在 反倒遇见了徐慧 徐慧见太子妃神情慌张 便套起了话 本宫与徐杰于肃无往来 杰于为何却对本宫的事如此热心 我方才望着猜测 的确是略显唐突 太子妃有此疑虑也在所难免 不过 我并没有其他的心思 我想帮你 是因为我跟媚娘情同姐妹 媚娘的朋友就是我的朋友 太子妃莫要解怀 太子妃想起徐慧和媚娘乃是一劫惊懒 终是轻信了她 将此事原原本本告诉了她 徐慧也确实有才 听完立马给她出了个主意 那就是在皇帝知道此事之前 让太子的老师魏征立马派人去杀了卵头 太子妃深以为然 便决定在御花园和魏征密谋此事 而在太子妃走后 徐慧立马露出了恶毒的嘴脸 你莫要怪 你要怪 就怪你选择跟她站在同一边 接下来徐慧如实把此事告诉了媚娘 未免皇帝误闯于花园见到太子妃和魏征 媚娘决定去托住李世民 徐慧告诉她皇帝在一阵堂 可等媚娘赶去之时 却扑了个空 而徐慧则是先一步到玉书房来到了皇帝身边 还编织了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 臣妻一直有一个心愿 便是某日得闲之时 能够跟陛下一起 在徐花园里闲情漫步 好啊 这又有何不可吗 朕今日就了缺了你这心愿 谢陛下 走 等李世民来到徐花园 在徐慧有意无意的带领下 李世民见到了密谋的太子妃和魏征 而他们所谋之事 被她听得明明白白 李世民怒急 当下就带领轻卫向芒山杀去 五媚娘见到 也是无可奈何 偏偏徐慧还装出一副 事不关己的可怜模样 陛下临时起义去了徐花园 我来不及拦阻 现在他什么都知道了 没多久 李世民就赶到了芒山 当着太子的面 他亲手杀掉了卵童 城前见到心智大乱 失心疯的要和李世民拼命 不过他终究不是对手 很快便被制服 李世民恨铁不成钢 你难道要为了一个男徒 杀了朕吗 城前丢下了武器 却难掩伤心 他从无患养男童之举 而他之所以如此在乎此人 是因为他像急了自己死去的弟弟承训 李世民听到 也是一阵感怀 自此以后 太子城前便被软禁在了东宫 而因为此事 李世民也在费力太子的事上 犹豫不决 但他不知道的是 太子城前却已有反了心思 太子之争 城前自认输了 但天下之争 却才刚刚开始 你这是要反 太子城前起了谋反的心思 这让五妹娘很是为难 一边是他的盟友 一边是他的爱人李世民 可他不知道的是 隔天一早皇帝就知道了他夜访东宫的事 而更糟的是 徐慧听到了这段对话 他自然没有放过这样挑拨离间的好机会 徐慧假惺惺惺说道 自己是因为怕妹娘越陷越深 所以才告诉皇帝的 但李世民听完却什么都没表示 只是默默地看了回妹娘的画像 而另一边 五妹娘已经找上了太子的老师魏征 将太子想要谋反的事告诉了他 魏征虽然震惊 却还是让妹娘转告太子 逼宫也不是不可以 但一定要先确定皇帝是否要废太子 此时魏征大病缠身 已命不久已 他准备在死前问亲皇帝的心意 五妹娘心知也唯有如此了 回到宫室 他便写了一道手书准备交给太子成前 可恰巧被徐慧看到 徐慧自然巴布的太子造反 这样到时候功败垂成 作为同谋的妹娘自然也不会有好下场 于是他表示支持 不管你的选择是什么 我都会站在你这边的 可是等徐慧回到自己寝宫 却立马学着妹娘的自己 写了一张完全相反的纸条 吩咐婢女闻娘一定要换掉妹娘的那张 明天瑞安会送几块辽灵到东北去 你要想办法 来路上把她给拦下 徐姐姐 你什么都别问 照我的吩咐做便是 到了隔天 闻娘假装巧遇瑞安 利用她对自己的倾心 果然顺利换走了纸条 只是可怜了瑞安 还心存一亲方泽的幻想 闻娘顺利回到了寝宫 可她在看过纸条之后却有了忧虑 徐慧这样的举止分明是在害妹娘 而面对她的疑问 徐慧也索性坦诚了 她现在要做的就是让李世民 以为妹娘和太子联合谋反 让她恨恶妹娘 这样自己才会得到皇帝的爱 但闻娘却不想她如此搓下去 于是不肯将换回来的纸条交给她 姐姐 不要再搓下去了好吗 如果你再这么陷下去 我就把一切告诉五才人 徐慧没想到身边人都这样背叛了自己 众叛亲离的处境让她恶向胆边生 于是假装口渴要闻娘到手 可等闻娘背对她时 她猛然拿起了烛台 亲手杀死了闻娘 此事过后 没多久未争就病逝了 将死之际 李世民告诉了她自己不会费太子 于是在出病之日 她的棺果上附上了白沙 太子见到还以为大事与去 当夜便和大将侯军级密谋 准备逼宫 而与此同时 徐慧则将换回来的那张纸条交给了皇帝 明天到时候 看会出现什么样的情形 决定再去劝说太子 可城前心意已决 如今建在弦上不得不发 于是将妹娘关了起来 丝毫不慌 没多久 城前杀到了成庆殿 可李世民早有准备 太子这一番谋划注定失败 而妹娘也被瑞安救了出来 她匆匆赶到成庆殿 而就在她到来后 李世民告诉了他们真相 城前 你可知道 朕已决定仍然让你为太子 妹娘和太子听到都是猛了 太子更是破口大骂 五妹娘 你这个贱人 你敢骗我 你这个骗子 五妹娘 你敢骗我 骗子 太子成前谋反失败 还以为是五妹娘陷害于他 殊不知五妹娘也是受害人 随后李世民带五妹娘来到大殿 问他为何与太子勾结 妹娘却是拒不承认 李世民怒急 上来就是一个巴掌 接着拿出一张纸条 正是当初妹娘想要送予太子的那张 五妹娘知道如今她如何解释也没有用 干脆自暴自弃 你杀了妹娘吗 能死在陛下手里 妹娘死而无憾 李世民刀都架到她脖子上了 最后还是收了回来 不杀你不是因为慈悲 而是要给自己留一个教训 到这个年纪 居然还因为一个小女子 与败王擦肩而过 五妹娘随后被打入耶庭域 陆中却正遇到晋王 李世不肯相信她会与太子立功 准备去求皇帝 五姐姐 你放心 我一定会救你托此困局 还你清白的 妹娘见她如此执着 便交了她一招 如果你真的想要帮我 就去求陛下 饶了太子殿下吧 如果她不同意 你又死缠乱打 再或者 或者在她面前 常规不起来求她 李世听从了她的意见 在语中常规不起 魏王李太见到 也一同跪了下来 这一幕被李世民看到 他很是欣慰兄弟兼能如此情深 但长孙无忌却哪壶不开提哪壶 陛下 两个孩子 一个心眼好 一个狗智 李世民自然明白他的意思 李志是发自内心的来替太子求情的 而李太不过是装模作样 这一刻他有了让李志做太子的想法 因为李志重情义 只有他登基后才不会向兄弟下手 便当此时 李志泪晕了过去 而因为淋了如此长时间的雨 他就此落下了风急之症 李世民很是愧疚 可没想到李志在梦中冒出一句 我去找父皇 我去找父皇 李世民问过公公 才知道李志在媚娘下狱之前见过他一年 他来到了叶庭义 质问媚娘是不是他教李志长跪不起 媚娘却撒起了谎 李世民听了又是生气又是吃醋 回去就让人把媚娘的画像从自己寝宫撤了下去 而另一边李志又求到了杨淑妃那边 希望他援手救助媚娘 结果还没说几句话 婢女就来报 韦贵妃那里暗中派了人去叶庭玉要对媚娘不利 李志急忙赶到了叶庭玉 但看门的却是推三阻私的不肯开门 焦灼十分 杨淑妃身边的护卫却突然动手挟持了典狱场 逼迫他开了门 随后他单独进了叶庭玉 一路过关斩将来到牢门之前 索性他来得及时 媚娘差点被人杀死 护卫救下了媚娘 却没想到他们竟是救死 终于知道为什么会有睡美人这个词了 看见眼前这个美得不像人的女人了吗 她就是五媚娘 此番他死里逃生 却让李志莫名的心痛 只是恐怕他自己也没有意识到 自己已经喜欢上了这个大姐姐 五媚娘的青梅竹马李牧也在深夜找上了她 此番他冒着重重危险进入皇宫 本来只是想看一看他便满足了 可当见到他身陷淋雨 又遭人迫害 便想带他离开这是非之地 但媚娘却正脱开了他的手 李牧虽然敢怀 但却没有放弃 他告诉媚娘 自己会在皇宫继续待三个月 如果他改变了心意 随时可以来找他 便在李牧走后 李志看不见媚娘找了出来 这一次见面 媚娘怂恿他争取太子之位 但李志逍遥王爷当惯了 死活不肯答应 媚娘被逼急了 如果是为了我呢 李志愁愁了 他明面上虽然没有答应 但还是给出了自己的承诺 我绝不会让任何人伤害你 与此同时 皇帝李世民也大致查清了 太子谋反一事 五媚娘并不算同谋 顶多算一个知情不报 为此他改变了对媚娘的处罚 便去其才人封号 逐出清宁故 发达到藏书阁 腾朝古籍 五媚娘就此来到了藏书阁 他平时闲来无事 就督促李志学习 为他夺取太子之位打好基础 而他的努力也没有白费 李志出入朝堂 就展现了广播的学识 哪怕是蛇战群雄也毫不落下风 这让李世民和长孙无忌很是刮目相看 不免对他又多了几分期望 但五媚娘不会想到 他的好姐妹徐慧如今是铁了心要除掉她 为此他又跑到皇帝跟前 把李牧师他青梅竹马的真相说了出来 臣妾也曾经屡次劝过妹娘 必须要对陛下坦白 曾知妹娘 却迟迟未告知陛下事情 陛下你一定要当心此人 及早做出处置才好 女人抽出宝剑架在了男人的脖子上 就在刚刚 五媚娘得知李世民杀了她的青梅竹马李莫 她伤心欲绝 反手便准备殉情 李世民却拦下了她 你没有权利决定你的生死 因为你是朕的女人 即使是死 也要由朕来决定 李世民说完就冷漠地离开了 却留给五媚娘一杯毒酒 陛下有旨 让您饮了这杯酒 五媚娘心如死灰 想也没想就一口喝了下去 没多久她就昏倒过去 但等到隔天 她却发现自己完好无损地躺在床上 而且李牧也生龙活虎地出现在她的面前 原来这一切都是李世民部下的局 朕可以不杀你 但你必须替朕办件事 让我放弃容易 朕要你好好照顾她 一辈子 李世民年纪大了 而媚娘却是年轻貌美 这些年在宫中 她受了不少苦 李世民是真的爱她 不想她在这里蹉跎余生 朕不想驾崩之后 她在赶夜子的青灯古佛旁度过余生 李牧被帝王胸襟折服 答应了她 可当她和媚娘坦诚此事之后 李牧又改变了心思 她原本误会了皇帝 以为她不爱媚娘 可现在知道他们是真心相爱后 她决定成全他们 她将自己儿时和媚娘的定情扳指还给了她 让媚娘回去找皇帝 此时李世民已经出发去了北京讨伐 媚娘和李牧一路寻来 几经波折 终于寻到了她 可情况却十分危急 李世民中了埋伏 媚娘抗力情深 不顾危险来到了她的面前 你是谁 好像是我大堂的人啊 陛下 是我 媚娘 你怎么会在这儿 陛下 我总算找到你了 但危机仍在 关键时刻李牧又杀了出来 在她的掩护下 媚娘和李世民安然离去 但这位重情重义的青梅竹马 为了给他们逃跑拖延时间 却生生战死在了沙场 她用自己的生命成全了媚娘的感情 深夜 媚娘跪在李牧的衣冠肿前 悲痛不已 如今她所能做的 就是为李牧求一个身后名 牧哥虽然是罪臣之后 可是他们一家人 都是因为受到牵连 所以才被治罪 媚娘希望 陛下看在牧哥哥 救驾有功的份上 赦免他们一家的罪名 希望陛下的人赐 可以让他 走得更心安理得一些 行吗 李世民坦然应语 这是李牧应得的 在这之后 李世民因为有伤在身 班师回朝了 此时的徐慧 已经成为了贤妃 就在回宫的当晚 李世民给了徐慧 一个大大的惊喜 徐慧的眼中流露出了 怨毒的神情 他们两人之间 这份虚伪的姐妹情 还能支持多久呢 是你对不住我在先 是你背叛了我 你看看你现在自己的模样 你看看你的模样 你跟世纪 头发有什么区别 曾经的好姐妹 最终还是走向了决裂 就在不久之前 五媚娘随着李世民 一起回到了皇宫 那时她还满心欢喜地 想给徐慧一个惊喜 可她不知道 在徐慧心中 这分明是一个惊吓 她好不容易千辛万苦 把媚娘送出了皇宫 谁知道她又阴魂不散地回来了 表面上徐慧仍是装作和她一副姐妹情深的模样 暗地里却又动起了坏心思 当她听说媚娘半嫁出征 还干涉军务之时 徐慧故意装作关心 让媚娘不要声张此事 以免有心之人利用此事做文章 媚娘告诉她自己知道轻重 这件事只有她和自己的贴身太监瑞安知道 等媚娘离开 徐慧立马寻来了瑞安的手书 模仿她的字迹 将媚娘干涉军务仪式写了上去 然后她命运暗中将这些信 送到了朝中大臣手中 这一来 以长孙无忌为首的关龙世家坐不住 他们又想起了女主武士的预言 于是长孙无忌和房玄灵联合上见 指控五媚娘干涉军务 要李世民杀了她已决后患 李世民自然不肯 长孙无忌和房玄灵就带着百官常跪不起 而在另一边 瑞安也告诉了媚娘一个惊人的消息 她在徐慧的书房之中发现了杀死文娘的主台 如果她推断没错 当初也必然是徐慧指使文娘换掉了她的亲笔手术 让她和太子掉进了谋反的陷阱 五媚娘不肯相信自己的好姐妹徐慧会这么做 可就在这时李世又急匆匆赶来 将方才朝堂之事告诉了她 长孙大人为什么在这个时候向我发难 我也不知道 可是我方才听舅父 好像是说 姐姐你曾赴北京战场陪伴父皇 而且 而且干涉我战场上的军务 这一刻媚娘心中仅存的幻想破灭 因为她半嫁随军的事 她只告诉过徐慧 接下来 五媚娘去见了皇帝 她不想让李世民为难 于是自请出宫 这是权宜之计 陛下 也是唯一的方法 过两日 高阳公主 就要嫁到房府 媚娘 愿意搁去女后 陪公主 下嫁到房府 在富阳阁做一个侍女 李世民纵然不舍 却也只能答应 但同时他也告诫了长孙无忌和房旋令 如果朕听说有人怠慢了他 或是他有什么性命之忧的话 那朕就拿你们二人试问 消息传到徐慧镇 他难以接受 媚娘 你为什么 身处如此畏惧 却还不死 而在媚娘离宫之前 他邀请徐慧一许 质问他为何将自己随军仪式散布出去 徐慧自然不肯承认 说这件事不光自己知道 瑞安也同样知道 说着还拿出了一封写有瑞安自己的书信 但媚娘看过之后就撕了 徐慧也没有想到媚娘还留了这一手 干脆大大方方承认了 同时他还承认是自己换掉了媚娘给太子的字条 并且杀了闻娘灭口 在经历过这些以后 徐慧认识到 这世上要是没了你 我才有可能得到幸福美满 所以你就要千方百计的除掉 徐慧却说不是这样的 他想要的只是让媚娘离开皇帝 只要他永远不见皇帝 他们仍然可以是好姐妹 为此徐慧不惜跪了下来 因为眼下就是个最好的机会 但媚娘却决然推开了他 还给了他当头一棒 陛下是谁 他已经跃进了人间世界 难道会看不出你那些如此丑陋吗 又怎么会钟情于你 就算是我不回来 你以为陛下真的会爱上你了 别做梦了徐贤飞 现在的你 这一辈子都会活在我的阴影里面 你注定会输给我 徐慧见以无可挽回 收起了自己的新兴作态 他仍然觉得自己不会输 可媚娘又往他伤口上洒起了盐 徐慧还想对媚娘动手 但这一次媚娘没有再让着他 之前的那一巴掌 全当见证了他们逝去的姐妹情 而往后岁月 如果徐慧还想对他不利 那他必定百倍奉凡 徐慧听到 升起了杀心 都是你逼过他 现在是你的自权之后 可他高估了自己 媚娘可不是他这个文弱女子 三两下便反支柱了徐慧 如果我现在手里没有一把匕首的话 我一定会要了你的性命 媚娘支柱了徐慧 欺然转身离去 徒留徐慧在身后谢斯底里的无能怒吼 不 在这宫里 有数赢没对错 我没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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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我赢了你 伍媚娘你听见没有 是我赢了你 然而徐慧不知道的是 这一切都被躲在不远处的 李世民听个明明白白 早在会面之前 媚娘就安排瑞安通知了皇帝 如今真相大白 李世民对徐慧也是恨之辱 如果不是他 太子也就不会烦 如果不是他 媚娘也不会身陷如此多的险境 徐慧却陷入了魔争 他情愿皇帝恨他 也不愿他对自己视若无睹 他是大唐的羔羊公主 可却偏偏爱上了一个和尚 而即便羔羊嫁给了房依爱 却仍是对便机念念不忘 是我的爱情 只要我爱他 就算是他本人 也只可以拒绝 但没有权利否认 羔羊敢爱敢恨 竟要和便机私奔 但可惜天不遂人怨 他们最后还是被抓住了 而李世民也很快收到了朝臣的剑术 但羔羊却仍不悔 李世民虽知道委屈了女儿 但为大唐设计 他却不能低头 羔羊作为公主自然可以设命 但便机却必须处死 否则如何安抚朝臣 朕要给房价一个公正的交代 若不然 朝中所有大臣都会心狠 这就关系到了江山社稷 李世民不顾女儿的哀求 做下了这般决定 这让羔羊痛不欲生 好 既然如此 如果妇女恩情到今日 恩断义绝 父侯若觉得我无腻不肖 大可以自我 和面积一同往上 李世民没有回头 默然离去 可等到了殿中 女儿的不谅解还是让他心神俱随 他本就年事已高 这一番伤神 竟让他直直摔倒在了地上 而等他行转过来 李世民换来了朝臣 竟是安排起了自己的身后之事 临去之前 他又交给了太子李治一封秘诊 不要让任何人 直到这份医长 尤其是 你舅父 长孙无忌 同时为了保住媚娘 他又安排他进了感业寺维尼 随后没多久 李世民轰然而逝 迷流之际 他看到了媚娘一袭红装 向他走来 而五媚娘千感万感 也没来得及 同他说上最后一句话 就在那个伤心的夜晚 他戴上了初见李世民时候的面具 在成庆殿放声哭泣 李治就在这个时候来到了他的身边 两人相拥在一起 这一夜 这一夜他们有了最亲密的关系 等到隔天 徐慧见了媚娘最后一面 想请求她的原谅 可媚娘印起了铁石新潮 我们的情意已经没有了 就像这玉琢似的 碎了就是碎了 永远都不可能回到原来一样 徐慧你记住 活跃两年 此刻起徐慧 我五媚娘与你 今生不会再相亲 徐慧没有强求 李世民死了 他的精神寄托也没有了 随后他自残了 只留给媚娘一封书信 希望他念在往昔情分上 求李治将自己葬在昭陵 好让他可以陪伴李世民左右 此外徐慧还送来了那只 被他摔碎的玉琢 但此刻 这玉琢已被他悉心修复 没多久 媚娘遵旨来到了感业寺 做起了尼姑 与此同时 羔羊公主却因为汴姬之死 而对以长孙无忌为首的 朝臣怀恨在心 他们不是害怕媚娘吗 我偏要她 走出感业寸 回到太极宫 汴姬 你放心吧 我一定会为你报仇的 我一定 会为你讨回公道 注意看 这个尼姑孕兔 高杨公主 高杨公主还以为她怀的是李世民的孩子 可只有媚娘自己知道 这个孩子是李志的 但她不能说出真相 如今的她只想逃出感业寺 好好地把孩子生下来 答应我 帮我保守好这个秘密 不要告诉任何人 媚娘嘱咐高杨不要泄露自己怀孕的消息 可高杨回头就去见了李志 将这件事告诉了她 好 这太好了 我们得恭喜她 我还记得 她一直希望能跟父皇有个孩子 李志虽然满心失落 却还是强颜欢笑 不过这也算件好事 有了这个借口 她就可以将媚娘再接进宫来 但高杨却讥讽 哪怕她接媚娘进宫 也只是一个皇太妃 如果她想更进一步 除非她能压制住以长孙 无忌为首的一众朝臣 而且最重要的是媚娘 她自己放不下 与李世民的那份感情 可惜了 媚娘现在已将后庭 视为虚伪无情的凶险之地 况且 况且父皇已经不在了 他一心想带着孩子 逃离赶一死 想来 是不会跟你回宫的 李志听完心中更是难过 他来到御书房 打开了李世民 给他留下的密照 他心中痛恨 父皇如此狠气 可媚娘却还偏偏 对他念念不忘 李志不想就这样放弃 他激起了 同长孙无忌斗反的心思 父皇 如今 为了这片天下 我以自己心中所愿 能够实现 只独以决定 与旧父一战 父皇 我要怪儿臣 请你看着 儿臣保证 不会让父皇失望 为此李志急召吴王李克回宫 想以兄弟联手之力 共同抗衡长孙无忌 而没过多久 瞒不住身孕的媚娘 从赶叶寺逃了出来 就在半路 李志截住了她 劝她回宫 但媚娘不肯同意 两人争执之时 突然冒出一帮杀手 一箭射伤了李志 就在关键时刻 吴王李克赶到 救下了他们 媚娘和李志双双受了轻伤 因此一同回到了皇宫 就此媚娘以太妃之名 在宫里留了下来 鉴于她以往的名声 朝中和后宫众人 纷纷送来礼物讨好 连皇后也不例外 李一甫更是送来一个大金碗 这里大人的意思是 跟着姐姐 等多是捧上了金饭碗 她这不是送的 回事来表决心来吧 可惜她找错人 这次我回到沟里 只是一个意外 也并没有 做九流鱼宫中的打算 唯独有一个人 起了深深的忧力 那就是萧淑妃 听说陛下 垂青于本宫 也是因为我和她 长得有几分相似 去 飞上后宫 本宫要亲自送去 这个小孩太没教养了 小小年纪就学会了仗势欺人 站住 让我好好打一顿 我就饶了你 要不然 我就告诉我娘 说你欺负我 让她把你娘 关到夜庭里去 素杰仗着自己母亲 是萧淑妃 殴打起了陈王李忠 还不允许她还手 这蛮不讲理的一幕 刚好被妹娘看到 她看不下去 上来制住了素杰 可没想到这小皇子 是真被惯坏了 竟撒泼撞向了妹娘 怀了身孕的肚子 这一来妹娘也来了火气 拿着木剑就打了素杰一顿屁股 没想到素杰却是记仇得很 你敢打我 你知道我是谁吗 过来 衣服 你穿着皇子的衣服 我当然知道你是谁了 今天打你就是想好好告诉你 不管你身份有多尊贵 都不可以随便欺负人 知不知道 你等着 五妹娘也没将一个孩子的话 放在心上 转身就安慰起了陈王李忠 还送给了她好多好吃的 而另一边 素杰回到了宫中聊起了伤 但谈话间宫女却挑唆了起来 没一会儿 萧淑妃赶到 看见儿子屁股上的伤痕 她又是心疼又是生气 五妹娘 那个女人的心肠 怎么会如此歹毒 我曾与她示好 她为什么还要这样对素杰 萧淑妃怀恨在心 立马向李志告起了状 李志看到儿子屁股上伤痕累累 也是气氛异常 没一会儿 妹娘就被她召了过来 萧淑妃恶人先告状 高阳公主听她颠倒黑白 不由气氛填膺 并是素杰一笔剑之名 欺负忠儿 妹娘实在看不过眼 她向前各指 公主殿下是在现场吗 您所言是亲眼目睹吗 双方各指一词 谁也说服不了谁 于是便喊来了陈王李忠 可没想到连她也撒起了火 今日 我和素杰约好 在竹林戏耍 然后开始比木剑 正巧 五太妃经过 素杰猛地往后退 不小心撞到了五太妃 五太妃很生气 抢过木剑 狠狠地打了素杰 这一来 妹娘明白是被人算计了 当下她也不辩驳 跪下就认了错 萧淑妃本以为这下有她好看的了 却没想到李志只是轻飘飘地罚她到城前殿诵读佛经思国 这份偏袒 任谁都瞧了出来 而就在这之后 李志召来了太医问询 竟让她听到素杰身上的伤痕也许是伪造的 这一来 她明白自己可能冤枉了妹娘 于是来到城前殿要免去对她的责罚 可妹娘却没有接受 因为她只想平平安安将孩子生下来 而不是横生之劫 对于现在的她来说 平安远比真相重要 李志见她一副巨人千里之外的神情 也是无可奈何 但此事并未平息 萧淑妃觉得李志罚得太轻 又来向李志讨公道 臣妾认为 陛下偏袒五太妃 素杰她分明 李志本就为冤枉妹娘而自责不已 听到萧淑妃的话更是火从兴起 她走上前来 质问萧淑妃 你看着朕的眼睛 你告诉朕 你从来没有欺瞒过朕 臣妾从未欺瞒过陛下 若为此言 臣妾甘愿受万劫之苦 听到这样的回答 李志失望万分 她赶走了萧淑妃 王皇后听到这件事后 却是开心的 五妹娘一来就打破了皇帝对萧淑妃的专宠 这让她很是欣慰 可她没高兴一会儿 婢女就告诉了她一个骇人听闻的传闻 那就是五妹娘怀的孩子有可能是李志的 宫中怎会有如此谣言 若谣言属实 那此女可是比萧淑妃危险得多 若再让她留在宫中 必定后患无穷呢 如此一来 王皇后一改往日作风 开始有意无意地和萧淑妃亲近 因为五妹娘现在才是她们共同的敌人 而就在一个月后 五妹娘也从澄清殿出来了 瑞安把这个传闻告诉了她 说 你怀的孩子 不是先帝的 而是当今陛下的 什么 妹娘急怒攻心 差点因此小产 但蹊跷的是 太医查过之后 竟发现有可能是有人下毒害她 吴王李克特意试探了起来 太医说 是你身边的人给你下的 想害你肚中的孩子 真是怠毒 在听到她的话后 妹娘的侍女律服果然露出了马脚 但她却宁愿服毒自尽 也不愿说出幕后指使之恩 李智知道此事后 却是喊来了萧淑妃 因为律服原来是她宫中之人 而面对她的质疑 萧淑妃却是拒不承认 若臣妃真想害人 又何必非挑一个 和自己脱不了根系的人 引火上身呢 但李智因为之前的事对她有了成见 却是不肯信她 萧淑妃也是发了狠 竟以死相逼 若陛下 还是不愿意相信臣妃 臣妃为勇 以自财 正名清白 李智没有因为她的话而心愿 反而对她更是失望 她愤愤离去 转身就去安慰妹娘 而妹娘因为此事 觉得在宫中已不再安全 决定离宫 李智未能护她周全 又见她心意已决 便同意在给高阳公主 过完生辰之后就放她离去 可就在那天 妹娘喝过李智敬的茶之后 竟然腹痛难忍 妹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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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孩子呢 我的孩子呢 五妹娘伤心欲绝 就在刚刚 她和皇帝李智的孩子没了 但蹊跷的是 太医却查不出原因 然而直觉告诉妹娘 这次滑胎 一定和她喝的那杯茶有关系 而令人心惊的是 那杯茶是王皇后调制的 王皇后 便在此时 李智前来安慰 妹娘向她求证此事 听说在高阳寿宴上 我跟陛下最后喝下的那杯茶 是皇后命人调制的 对吗 是 可是朕已派人调查了 那杯茶 没有问题 妹娘无法接受这样的结果 她赶走了李智 而就在这之后 长孙无忌便上奏 要将五妹娘送回赶夜寺 李智这回没有留下她的理由 只能无奈答应 一个月后 送五妹娘 回赶夜寺 但她不知道的是 此时的妹娘已经不想回去了 因为她要为孩子报仇 不管是谁 她毁掉了我最真实的一切 我五妹娘毕竟 千倍百倍地让她偿还回来 五妹娘不想因为此事令李智为难 嘱咐高阳要对李智隐瞒 可高阳表面答应 转身却就去见了李智 把妹娘的心意说了个明明白白 她现在面前有两条路 要么 她就留在这宫里 找到凶手 为孩子报仇 要么 她就得回赶夜寺 你猜 她若是报仇无望 她会怎么做 李智心疼爱慕妹娘 自然支持她这么做 可她才答应长孙无忌 将妹娘送回赶夜寺 如今又用何种理由 将妹娘留在宫中 高阳公主真不愧是她的好妹妹 立马给她出了个好主意 我的好妹妹可真是吃定了皇上 也不带李智回答 她就潇洒转身离去 而为了促成此事 她又跑去见了妹娘 故意说了让她心急的事 已经有大臣上奏 说既然你已经没有深夜 你应离开皇宫 回到赶夜寺 妹娘听到自食忧心忡忡 高阳见目的已然达到 也不再纠缠于此事 反而有意无意和妹娘 谈论起了皇后送她的那副知己 这王皇后还真是够大了 这金蚕丝之旧的婢女花 却非凡品啊 在此景面前站久了 居然还能闻到一股清香 她这一番话一下子点醒了妹娘 这知己必然有问题 便在妹娘冥想之际 高阳告辞离去 但她的神情却是颇耐人寻味 没多久 妹娘就找太医调查了此事 而从知己之上 他们发现了无花 无花 本身是活血的药物 单用无害 但却与甘草相克 所谓甘草克无花 两者混在一起 便可产生巨大的冰性 我正是因为长期绣闻无花 再加之喝下的那杯甘草茶 才导致血崩滑胎的 妹娘既已知道真相 便想对付王皇后 她喊来高阳 请她出谋划策 没想到高阳又是语不惊人死不休 你若是能把九哥抢过来 才夺了王玉燕的皇后之位 当真可让她生不如死 高阳 到什么时候了 你怎么还在这说笑呢 我没说笑 但是五妹娘放不下于李世民的感情 死活不肯接受这个提 高阳劝不动她 气得小嘴都歪了 既然妹娘这里说不通 那她干脆又去找李志游说 此时李志心情烦闷 正自戒酒消愁 半醉半醒之际 她竟然将李世民的遗照给高阳看了 生在帝皇之家 兄妹俩却一直活在父皇的阴影之下 分别之际 李志嘱咐高阳将密照烧掉 可高阳临时改变了主意 她将密照带给了妹娘 你真的以为 自己是在维护什么完美无瑕的爱情吗 父皇可能是对你不错 比其他的女人好一些 但那根本就算不上爱 他根本就不爱你 你在说什么高阳 若她真对你有情 那这是什么 五妹娘颤抖着看完密照 却是不敢相信这是真的 而高阳的话击垮了她仅存的幻想 你获出性命想要保护她 是她临终前 犹在念念不忘想要杀死的 你们的孩子 这就是她给你的最后一份礼物 这就是她对你的一往情深 五妹娘心神大乱 不知如何自处 高阳则是趁机捕获 男人都是靠不住的 一份红人的爱情 一个孩子 就能困放你了一辈子吗 听我说 去吧 去甘露殿 去找九哥 让他赐给你一个封号 能让你留在这儿 五妹娘访黄无措 想逃避这一切 六神无主的她跑了出去 然而兜兜转转 她却终是来到了李治的寝宫 而在这一夜 她和李世明的感情画上了句号 同李治开启了另一段波澜壮阔的人生 带到来日天明 再出现在群臣面前之时 她已是另外一番景象 当天有道 后土再得 遂以五世妹娘赐阵 朕绝技不负皇天后土 今立五妹娘为昭仪 特昭告天下 我要报仇 皇后的宝泽 制奴的专仇 凡是汪皇后 在这世上所真实的一切 我都要把她夺过来 我要让她付出残忠的代价 要让她知道 失去这世上 所有珍惜的一切 到底是何种滋味 五妹娘的孩子没了 她也彻底陷入了黑化 而想要扳倒位高权重的汪皇后 就必须有能和长孙无计抗衡的能力 为此妹娘开始扶持李义府 及许静宗之流的寒门世子 除此之外 她还找上了吴王李克帮忙 而在她的眼中 真情是一时的 权力才是一世的 与此同时 长孙无计也担心 媚娘日后一旦怀上子嗣 将会动摇王皇后的地位 于是决定让王皇后 过继一个孩子 而他们把目标放到了 无权无视的陈王岭中身上 但是李中的生母刘氏 却不想儿子 卷入这凶险的夺敌之争 因此拒绝了这个要求 事情传到媚娘和李克这里 他们明白 刘氏很快就会遭到皇后的毒手 李克想让媚娘将刘氏母子 接到殿中保护 但媚娘却拒绝了 不 我不打算保护她 什么 你 你不就是想要阻止王皇后 对以终的过继吗 不 我要王皇后倒台 你想一想看 若上陛下知道 她的皇后 为了要保住自己的地位 不惜杀人夺子 结果会怎么样 李克没想到媚娘如今已变得如此无情 她有些痛心 失望离去 而没多久 刘氏果然遭到了皇后的报复 被下了毒 虽然她被救了下来 但也只剩下了七日的寿命 五媚娘答应她日后会善待李中 以此来换取她一同扳倒王皇后 隔天 刘氏就带着李中来到了皇后请宫 宣称愿意将儿子过祭给她 但是在饮茶之时 她却将藏在戒指中的毒 偷偷倒进了自己杯子当中 做完这一切 她找了个借口让李中出去把戒指买了 等到诸事已定 她忽然一改谦和态度 质问起王皇后来 皇后娘娘 你已经拥有了一切 为何还要这样对我苦苦相逼 这是为什么 为什么 为什么 两人摔倒在地上 刘氏的毒也发作了 而媚娘也恰好在此时带着皇帝来到此处 如此情境 怎能让人不联想是因为王皇后 想要过季李中才谋害了刘氏 李治亲眼目睹刘氏死在殿中 也是金木交加 当下就调查起了皇后 而太医的话 更是让她深信不疑王皇后就是凶手 王皇后白口莫辩 而她的哭诉更是让理智厌恶 便在这时 长孙无忌却闯了进来 这位首府当真是目光如炬 仅靠着一些蛛丝马迹 就将此事推断了个八九不离 见皇帝不幸 长孙无忌力马喊来了李中 你娘 最近是不是得了一场大病 是 她的病 可曾痊愈 李中环顾四周 由于梁九最终还是说出了实情 没有 便在今晨 我还看见我娘在吐血 那平素 你娘有提起过皇后吗 没有 不过我每次去理政店回来后 我娘都很不高兴 但现在还有一个疑问 那就是刘氏身上并未搜出毒药 又如何毒死自己 向殿外走去的李中 在听到皇后的控诉之后 却突然停下了脚步 她又回到了李之身前 告诉了她另一个隐情 一番调查之后 真相浮出水面 如此说来 确实是刘氏 毒杀自己 试图诬陷皇后 回陛下 确实如此 李之误会了皇后 心中愧疚 便允了她过季李中为子 王皇后则很是感激 李中能助她脱困 决定好好带她 本宫总算有自己的孩子了 娘娘 我娘为什么要服毒自财啊 你娘 以为本宫是坏人 要带走你 所以 我知道 你不是坏人 本宫当然不是 那谁是坏人啊 就是那个武昭仪啊 武昭仪 可惜你不会想到 李中的懵懂无知都是装出来的 事实上她什么都知道 娘 中而知道你是为人所害 先是皇后对你下毒在先 借着武昭仪送有你去自财 陷害皇后 中而这些都明白 等我当上了天子 中而一定会为你报仇的 一定会的 而就在此事过后 媚娘却与吴王李克传出了绯闻 李志原本不想相信 可知道她在甘露殿看到那一幕 成庆殿中 武昭仪和吴王李克翩然起舞 却刚好被李志看到 而媚娘的一番话 更是让李志伤心不已 有时我珍惜我 若是自己一觉醒了 还是刚进宫时 懵懂无知的才人武如意 那该多好 若能重头来过 也许媚娘不会选择身在此处 李志痛心离去 却错过了媚娘的真情土路 那为何不离开 因为这里还有智诺 她是我在这世上 唯一的亲人 玉玉寡欢的李志来到了 萧淑妃这里 她一把就将萧淑妃 推倒在床上 因为她的身上 有几分媚娘的影子 而这正是她所求的未解 可即便如此 李志心中还是放不下媚娘 隔天她就去质问媚娘 为何与吴王在城前殿中私会 媚娘告诉她 昨日两人不过是偶然遇到 是因为吴王舞剑的背影 太像先帝 她才有感而发共舞异曲的 但这样的回答 却更让李志伤心 从小她就活在 父皇的阴影之下 而到了如今 自己当了皇帝 却还是不能摆脱这样的牢笼 媚娘自知诗言 想要未解 却又多于言语 心急之下竟晕了过去 但太医看过之后 却爆了喜讯 恭贺陛下 昭仪有喜了 李志一扫之前的阴霾 欢喜地说不出话来 但此事却在朝堂 引起了轩然大波 当初那个女主武士的预言 又被有心之人搬了出来 不过这一次李志没有退缩 坚定地站在了媚娘这边 或许 先帝心有顾忌 可是朕没有 朕相信武昭仪 以前信 现在信 将来 也信 便当李志在朝堂 立押群臣之时 后庭也是暗流涌动 萧淑妃担心媚娘 一旦生下皇子 自己和儿子 恐怕更无出头之日 但她自己没有能力 抗衡媚娘 便想借刀杀人 于是把主意 打到了王皇后头上 在这个宫里头 有人比我更不愿意看见她的孩子出生在这个世上 萧淑妃立刻去见了皇后 挑拨起来 可是若那五妹娘的孩子一出生 以陛下对她的感情 娘娘觉得 陛下会不会动 肺掌立幼的心思 她这番话自然是说到了皇后的痛楚 于是萧淑妃趁热打铁 线上一册 姐姐可以请朕师入宫 为那五妹娘安胎助导 却与那孩子生不生的下来 就要看那朕师的朕法 灵不灵了 王皇后听信了萧淑妃的建议 在殿中私设法坛 夜夜祈求妹娘滑胎 可没想到妹娘还是顺利诞下一位皇子 气得皇后一把就将贡胎给砸了 难道本哥还不够心诚吗 娘娘息怒 骗子 偷偷都是骗子 而李之喜的皇子 也是兴奋过度 以至于乐极生悲 风极之症又复发了 妹娘得知她这个病是因为 当年听了自己的教唆才染上的之后 更是痛心不已 说到底 陛下这顽疾之症 且是因本宫而起 本宫 才是这最大恶极之人 李之却安慰她这不是她的过错 李家本就有这个遗传病 但妹娘却难以释怀 于是命令李义甫和许静宗 四处寻访名医 但与此同时 她又给了另外一个特殊的安排 我要你们访便民间 找到两个人 不知昭仪要寻访的是何人 一个是能医治风极之症的医者 另一个 是装神弄鬼的骗子 如此几年光景过去 五妹娘又给李之生下了一位公主 取名安定 同时一位名叫明虫眼的名医也来到了宫中 暂时治好了李之的头疼 但稀奇的是 这名虫眼却成了皇后的座上课 而更令人惊奇的是 她说自己最精通的不是医生 而是亚圣之术 你既然身怀异术 连鬼神都能沟通 那么 是否可以知晓人心呢 此待小道 平道当然 清楚其中啊 萧淑妃不信 要明虫眼证明给自己看 明虫眼当即就掩饰了一番 现在 请娘娘与五至十二之间 任选一竖 写于纸上 看娘娘与频道写的 是否相同 好 等到两人写好 字条都交给了皇后 明虫眼却是一派高人风范 也不带结果出来 就自信满满离去 而事实上她也确实猜对了 两张纸条上写的都是数字七 她这一番表演把王皇后虎的一愣一愣的 萧淑妃则是寻寻善用 姐姐 不如我们让那人 试试对五妹娘 施那压胜之法 这是五妹娘送来的 正是 五昭仪说 此内训是将女子如何服从夫君 恪守妇道 修养义得的 五妹娘写了一份内训 却堂而皇之地送到了皇后手中 萧淑妃本来还在看笑话 结果侍女说她也有一份 萧淑妃看完气得破口大骂 这件病 她自己曾是二部 别人不说太久罢了 居然还敢舔着脸 教导姐姐如何 持节守真 无耻 无耻至极 这种规训后庭的大事 本来该当由皇后主持 谁能想到她五妹娘仗着圣宠 竟敢如此越祖带袍 然而糟心的事还不止这件 侍女又来禀告 刚刚李义府在朝堂奏请废后 李治虽然没有明确答应 却升了李义府的官 其中意味 不言自明 如此一来 王皇后算是被逼上了绝路 于是她召来了明虫眼 施展了鸦胜之术 要置媚娘于死地 抬起娘娘 与每夜害时 在心中默念五妹娘的性命与深沉 昔日之后 五妹娘便会 无疾而终 而这鸦胜之术当真灵验 五妹娘果然无故病倒 萧淑妃打探到这一切 喜不自胜 她多番挑拨 为的就是皇后和五妹娘 何邦相争 好让自己这个渔翁得利 于是她故意把这个消息告诉了太使令 李智在得知媚娘是中了鸦胜之术后 立马开始了搜宫 而那时间第一处搜查的地方 就是皇后的立正殿 但面对突如其来的搜查 王皇后却是波澜不惊 反而还好心提醒公公其他寝宫也要好好查查 结果你猜怎么着 皇后这边什么事没有 反倒是萧淑妃 在她的寝宫里搜出了巫谷人偶 萧淑妃明白自己被算计了 但这回她是翻不了身了 于是她恳求媚娘不要迁怒于她的子女 而作为回报 她告诉了五妹娘两个隐秘 萧淑妃的话警醒了五妹娘 但她如今内心强大 却是相信自己日后定可扭转乾坤 都已经到了最后了 我也送你一句话 我是一个连自己亲生骨肉 都可以忍心杀害的残忍女人 我又怎么会在乎 别人的孩子 你要做什么 你要做什么 你的命运已经走到了尽头 而我五妹娘的人生 才刚刚开始 萧淑妃被打入了冷宫 而五妹娘却扬言并不会放过她的子女 这让萧淑妃精具交加 她说出了最恶毒的诅咒 我做鬼也不会放过你 原来使我为貌 你为书 将你事实剥皮 事实无休 我就是死也不会放过你 即便五妹娘心智坚定 听到这样的话也是不寒而离 消息传到王皇后这里 她自是幸灾乐祸 因为就是她嫁祸给萧淑妃的 淑妃那个贱兵 之前仗着生了素杰 便一心想要取代本宫 随着五妹娘回宫 态度才陡然转为嗜好 这样翻脸比翻书还快的不义之徒 本宫怎会轻信 她的如意算盘打得好啊 诱惑本宫 却实行压胜之术 谋害五妹娘在先 接耳揭发本宫在后 从此后庭便是她的天下 真当本宫糊涂到 发现不了她派人监视了立正殿吗 如此自作聪明的人 活该落到如此下场 王皇后正洋洋自得 宫女却突然来报 说是皇帝突发风急晕倒在了蓬莱殿 王皇后急匆匆赶去 却又被告知太医再给皇帝诊治 让她在殿中等候 王皇后坐了下来 没一会却听到婴孩哭声 她这才发现摇篮里有个可爱的孩子 王皇后没有子嗣 原本对婴孩十分喜爱 可当她看到长命锁上写着安定两字之后 她才知道 这个孩子是五妹娘的女儿 五妹娘 任你在京四国 也没有想到此刻孩子就在我手上 王皇后动了杀心 但看着孩子天真无邪的笑脸 她终是没下的去手 而就在这时 侍女慌张地来告诉她 皇帝正在御书房 根本没有风急发作 这一来王皇后明白 有心之人将她引到此处 只怕是要对她不利 安全起见 王皇后匆匆离去 而她前脚刚走 高阳公主就一脸阴沉地走了出来 她来到了安定公主的摇篮前 拿起了王皇后落下的手绢 然后盖到了安定公主头上 另一边 侍女把王皇后来过蓬莱殿的消息告诉了妹娘 她心中意紧 匆匆赶了回来 然而在见到女儿时 她依然没有了呼吸 五妹娘不敢相信 悲痛之下晕了过去 而当她醒来 仍抱着孩子不肯放手 高阳公主就在此事前来安慰 而在听到皇后是最后一个见到安定的人时 她怂恿起了妹娘 一定是皇后 一定是她 她重新积虑的 三番五次的害你 妹娘 这次人正无证俱在 你一定要告诉九哥 这一次 万万不能再放过她了 妹娘心乱如麻 也不知听没听进去 但就在这时 她看到了高阳公主手上的戒指 而更令她心惊的是 在安定的脖子上 有着同样纹路的印痕 好很多的女人 为了陷害皇后 高阳公主竟掐死了上在强宝的安定公主 但她摆密一书 却没有注意到自己的戒指 在安定的脖子上留下了印痕 而她的这个破绽 正好被妹娘看到 但起了疑心的妹娘并没有点破此事 因为高阳公主与王皇后并无深仇大恨 犯不着用这种极端的手段来陷害她 妹娘相信 高阳公主一定还有更大的阴谋 而在另一边 李治得知女儿被害之后 也是龙颜大怒 在这之后 妹娘还是去看了王皇后 她虽然怀疑高阳 但还是想向王玉燕求证一下 到底是不是她杀了自己的女儿 然而结果让她失望了 王玉燕说自己虽然很想杀了安定 但因为她对自己笑了 所以最后松手了 这一来 妹娘再是如何不情愿 也只能相信是高阳杀了自己的女儿 最亲密的人却背叛了自己 这让妹娘如坠冰窖 但王皇后又在她的伤口洒起烟来 她本想在心里上击溃妹娘 可没想到妹娘早已心如铁石 凡是想要我孩子性命的人 我一个都不会放过 我一个一个 要你们血债现场 离去之前 妹娘又不解恨 她故作慈悲 说在王皇后死前 会让皇帝来好好看看她 杀人诛心 真不愧是未来的女帝 而在妹娘回去的路上 却撞见了匆匆赶来的高阳公主 她担心妹娘会在王皇后内发现什么蛛丝马迹 可妹娘城府极深 只是告诉高阳王皇后什么也没说 心虚的高阳这才输了口气 但她接下来的话却露出了一个天大的破绽 武妹娘心中冒起一股寒气 当年这件事情她曾严令保密 而知道真相的只有三个人 那就是她和瑞安一级泰秘 可如今高阳却分毫不差地说了出来 若不是她做的还会是谁 可笑不 害她滑胎 杀她女儿 竟都是自己最亲密的高阳 然而直到最后 妹娘还是没有点破 她想看看高阳到底要做什么 几天之后 李芝来到了夜体 看了王皇后最后一眼 多年夫妻 终究还是有一丝情分 但落魄的王皇后却没有勇气面对她 她一直装睡 直到李芝离去 她眼角的泪水才出卖了她 就在当天 李芝送来了毒酒 这一后一飞 终究成为了妹娘通往帝王之路的垫脚石 而接下来 高阳公主也即将迎来自己惨淡的收场 如果权力可以为宿于为 有一日 我也要自己做皇帝 眼前这个惊世骇俗的女人正是高阳公主 可你能想到 她之所以会有这样疯狂的想法 竟是因为一个和尚 多年前 高阳公主爱上了和尚便机 但皇帝李世民为了维护皇家尊严处死了便机 失去了爱情的高阳从此陷入了仇恨的深渊 她要搅乱大唐江山为便机报仇 为了达到目的 她先后害死了五妹娘的两个孩子来嫁祸皇后 而因为王皇后的关系 皇帝李治对国舅长孙无忌的不信任达到了顶点 高阳公主自认时机成熟 串通了吴王李克谋反 但可惜天算不如人算 她所做的一切都被五妹娘查了个清清楚楚 最终谋反失败 李克也死了 高阳为了脱罪 反而在李治面前说自己是被李克胁迫的 而面对她的谎言 李治查都没查就赦免了她 因为高阳是她唯一的亲人了 就算你真的有些谋逆 朕也会原谅 毕竟当年朕那么多兄弟姐妹 现在只有你一个了 但李治的人词终究改变不了高阳的宿命 就在便机的坟场 妹娘堵住了高阳 她是来为死去的孩子报仇的 高阳害怕极了 恳求妹娘原谅 但这又怎么可能 我怎么原谅你 别急 别急 原谅你把我玩弄于鼓掌而不自知 原谅你杀了我两个孩子 我妹娘心中又恨又痛 她这辈子最要好的两个姐妹 一个徐慧 一个高阳 却都因为男人而背叛了她 什么虚伤的姐妹情谊 最终都提不过一个女人对男人的执念妄想 妹娘的这一番话勾起了高阳的愤恨和伤心 她之所以会到如今这般境地 全败长孙无忌和李世民所赐 我妹娘对高阳的大逆不道之言很是震惊 但这也改变不了她杀死高阳的决心 她要让高阳尝尝生不能同情死不能同学的滋味 你会和防疫爱葬的一起 而贬基的骨灰会归还给慧昌寺 位列于佛堂之中 你有生有事 终将和她分离 高阳悲怒交加 猛然掏出了匕首 想要杀死妹娘 但却被护卫一把勒住了脖子 接着她被活活吊死在了树上 而她的苦苦挣扎 丝毫没有让妹娘有一丝怜悯 没过多久 妹娘被立为了皇后 由此开始 她慢慢进入了大唐的政治中心 而前路又是一番腥风血雨 一位年轻美貌的少女来到了皇宫 她就是五妹娘的侄女 而她的到来 让皇帝李治和太子李红都看待了 五妹娘则很是疼爱这个侄女 还交给了她一个特别的任务 陛下呀 积劳成吉 你姨母呢 又有很多政务缠身 这宫里啊 虽说有很多人 可是愣是没有一个人 帮着你姨母看着陛下 到底应该什么时候吃药 什么时候歇息 敏玥回来可好了 好好地帮着姨母盯着陛下 以后陛下 什么时候该吃药 什么时候该歇息 什么时候一个人 跑到哪儿去做了坏事 敏玥呀 都要好好地告诉你 姨母放心 敏玥定会好好照顾陛下 自此以后 贺兰敏玥时常陪伴于李治身边 有了她的照顾 李治连风急之症都好了许多 而敏玥则很是羡慕妹娘 这是为何 因为敏玥也想找一个像陛下一样 全心全意对敏玥 什么都听敏玥的夫君 那该多好 你年纪尚小 未来 朕相信 你一定会找到这么一个男子 私慕于你的 然而好景不长 宫里就传出了留言 说贺兰敏玥是妹娘 特地给李治安排的女人 目的就是让她五十一族 牢牢抓住皇帝的圣宠 太子李红爱慕敏玥 不愿相信这个谣言 她前去向敏玥求证 然而敏玥的回答 却更让她心痛 姨母还许我日后 可以位列四妃 甚至还可以做贵妃 五个最后以后不要再来找我 若是惹姨母生气 怕是你太子的地位都不枉了呢 李红心情不佳 然而太子妃却又告诉了她另一件事 那就是萧淑妃的两个女儿 当年并没有死 而是被高阳公主藏在了夜庭受苦 李红性子良善 年少之时又和两位妹妹交好 当夜就偷偷去了夜庭探望 但妹妹一阳公主却惊恐万分 你要是念及往昔的情分 就派人给我们送些食物来 我还有 千万不要让皇后知道我们还活着 求你了 求你了 快起来 李红心中凄苦 堂堂公主静落到如此地步 她当下就告诉一阳不要怕 自己如今已是太子 一定会带他们离开这里 尽到自己做哥哥的义务 隔天早朝 李红就向垂帘听政的母亲上了奏 要以公主之礼 赢两位妹妹出夜庭 妹娘听了很是欣慰 为人兄长者 当有亲善仁慈之心 红二 你做得很好 你的奏情 本宫准了 但她还没高兴一会儿 李红却借题发挥起来了 你如今是要弹劾你的母后远离朝堂吗 太子李红不满五妹娘垂帘听政 上奏要她退出太极殿 可结果却被五妹娘灌上了一个以下犯上的罪名 命她回去好好思过 你便在东宫好好地待着 给我好好思量一下你的礼教大义 此事被皇帝李治得知 她很是生气 太子这般弹劾自己的母亲 不是告诉天下人当今太子和天后不合吗 传出去难保人心不乱 但妹娘却有不同看法 她觉得儿子虽然做法鲁莽了点 但是光明磊落堂堂正正 她刚好借着太子的弹劾退出朝堂 母子之间 哪来什么隔夜的仇啊 还有一点 就是我要让所有人都知道 不管红儿对我说了什么 做了什么 她依然 都是我大堂的太子 五妹娘随后就去见了李红 对她说出了自己的苦衷 其实这么多年来 二圣临朝 并非是我 有意要燃止朝堂 只是因为你父皇身染顽疾 不过如今好了 你父皇的病 已经有所好着 你也已经慢慢成才了 看来 眼下 是我离开太极殿的时候 李红这才知道是自己误会了母亲 不由羞愧万分 妹娘又告诉李红 为了避免有心之人揣测他们母子不合 他会和皇帝在家宴之上明确表态 继承江山设计的指挥是他这个太子 这一番两人前嫌尽事 也是皆大欢喜 而就在此刻 李红想起了贺兰敏玥的事 便问妹娘为何要让敏玥入宫 但妹娘却告诉她并不是自己让她来的 而是敏玥自己要求来的 李红想不明白敏玥为何要骗自己 当夜就前去问询她是否有什么苦衷 但敏玥的回答却出乎她的意料 敏玥说出了实情 也是听听李红处置 但李红爱慕于她 便说在她查清真相之前 不会将此事告诉妹娘 她只希望敏玥在这之前不要乱来 可她不会想到 自己的命运即将到达终点 来日家宴 皇室宗亲齐聚一堂 李智当着众人的面夸奖了李红 还说不日她和妹娘将要难寻 到时候将由太子监国 这番宣告 本该皆大欢喜 可就在李红喝完一杯酒后 却竟然蹊跷流血 当朝太子竟在家宴之上被毒杀 五妹娘痛不欲生 命敌人杰和明虫眼一定要查出真凶 而李智也召来了独孤集 让她暗查此事 可独孤集却有所顾忌 有人说此事与天后有关 李智对妹娘却是绝对的信任 让她放心大胆地查 但传闻却是愈演愈烈 以至于朝堂之上都有人开始上奏 五妹娘动了真怒 直接斩了国瑜 但即便如此也堵不住悠悠众口 不久之后 就有人密奏李智 其内容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奏书中说 太子是娘娘堵死的 还说 当年的安定 安定公主 也是娘娘亲手害死的 而且陛下已经看到了这份造书 李智无法相信这一切 终日郁郁寡欢 贺兰敏月则趁虚而入 与她欲走欲尽 然而该来的还是来了 独孤集暗查已经有了进展 微臣已查出 下毒者乃上师居宫女 心儿 李智没有再敢查下去 但她心中却已认定妹娘恐怕就是主谋了 而这一连串的打击 终于让她崩溃了 贺兰敏月没有放过这绝佳的机会 她用自己安慰了李智 这一夜 她为母复仇的计划又迈进了一步 而没过多久妹娘就知道了此事 她和李智的关系开始变得微妙起来 陛下 既然你已经把证物交给了臣妾 陛下就无需再操劳了 啊 倒是敏月 她骤然得宠 胜券正龙 陛下 应该多加陪伴她才是 妹娘 敏月她 像集阵最出身时的你 热烈 单准 毫无遮掩 除了爱 别无所求 可是妹娘 朕的心 从 陛下 陛下 其实 你没有必要跟妹娘解释这么多 而且 妹娘本就希望陛下 应该广纳预期 多为大唐开枝散叶 如今 敏月那么受陛下的宠爱 这说明 陛下 确实听进去了妹娘的话 妹娘其实 是应该感到欣慰才对 好 如此 朕便去何必躬了 这些奏书 便有劳天后了 李智赌气地想要离开 可妹娘又拦住了她 还说她既然如此宠爱敏月 不如就给她个封号 也好夜夜陪伴在她身边 李智听得这般激将 也是又悲又粉 今生已不患 生命如你所愿 失去的容颜 谈心 冷静花一长 臣妾岂敢与天后争宠 不过是陛下一时错 一时 李智宠幸了贺兰敏月 而五妹娘作为她的姻母 却是没有为难她 反而想化解两人之间的误会 她告诉敏月 当初她的母亲韩国夫人并不是自己害死的 而是因为毒杀自己被皇帝发现 羞愧自尽了 但贺兰敏月成见一身 对她的说辞却是不屑一步 你假接陛下杀我母亲 你亏欠她的 该我还你 就在妹娘走后 李智就急匆匆赶了过来 她怕妹娘会为难敏月 在看到敏月安然无恙之后 她这才宽下心来 敏月也装起了一副人畜无害的模样 还故意提起了一件事 对了 姨母还问我 喜不喜欢她送给我的紫玉镯 我说特别喜欢 天天带着 但安稳日子还没过几天 敏月就无故发起了高烧 还昏迷不醒 太医的诊断则是她中了毒 微臣发现 魏国夫人手腕处肌肤 一线乌痕 便依次推断 应在此处 毒药渗入激励 后果然发现 是有人将毒液涂在了魏国夫人 平日所带的 这副紫玉镯上 而这对紫玉镯 正是妹娘送给敏月的 李智心中冒起一股寒气 却又偏偏不敢找妹娘对峙 只敢派人送口谕过去 说让她明日就不要去太极殿处理正我 妹娘不明就礼 还以为她是体贴自己 与此同时 明虫眼却因为调查太子一案而屡遭毒手 虽然她侥幸活了下来 但却已经感到 自己恐怕是躲不过这一劫了 为以防不测 她让妹娘牢牢记住一个人 贫道斗胆 想请娘娘从今夜起记住一个人 孙无生 孙无生 什么意思 娘娘不必知道原因 且请娘娘记住 这天底下知道这孙无生的 除了贫道 就只有娘娘了 没过多久 明虫眼果然遇刺身亡 而谋害她的 竟是心里的太子李贤 临死之前 明虫眼说会在黄泉路上恭候李贤大驾 李贤笑问她凭什么 明虫眼只说了两个人 天后和孙无生 李贤生性多疑 当即就派人调查这孙无生是什么人 可始终没什么眉目 而就在此时 妹娘召见了她 如今她要还政于朝 自然要好好勉励太子一番 一番尊尊教会 好一副母辞子孝的场景 可就在离去之前 李贤安纳不住自己的好奇心 自作聪明的像母亲妹娘打听起了一个人 哦 说起来 明道长曾跟我提起过一位朋友 普通史料 儿子想让这位朋友进入文学馆 编转后汉书注 只可惜道长先逝得早 寻不得此人 这个人叫什么名字 孙无生 传令与林卫 集结东宫 拿下太子 五妹娘终于还是向儿子动手了 就在不久前 太子李贤在妹娘面前卖弄聪明 结果反倒露出天大的破绽 让妹娘知晓了 她是杀害前太子的凶手 为了拿到证据 妹娘秘密抓捕了李贤的幕僚赵道生 刑讯逼迫之下 赵道生吐露了诗情 我找我找 李红是太子杀的 明崇严也是太子杀的 我当时只是帮忙 杀人我可没有动手 陛下家道 而这一切 同样被李质得知 但最令人心惊的还不在此 赵道生还吐露 李贤在东宫私藏贾州一图谋反 而当兵弃盔甲被搜出丢在李贤面前之时 他知道 自己败了 但他不甘心 妹娘泪流满面 却终是没有见这个不孝子一面 几日之后 朝堂定下了李贤的谋逆之罪 李贤虽然痛心 但还是准备从众处罚 李贤心肠一软 也就随了妹娘心意 将李贤流放到了八州 逐出长安那日 妹娘终是割舍不掉那份母子情分 偷偷前来送别 可就在驿站 却让他看到贺兰敏玥前来给李贤送行 原来李贤所做的一切 都是在敏玥的怂恿之下 而哪怕到了如今这般静点 他还不打算放弃 反而准备在茶中下毒除掉妹娘 只是如今李贤已经失去了斗志 他劝敏玥收手 可敏玥还是准备我行我素 我已经把所有责任全都扛下来了 你不要再执名不悟 五妹娘冷冰冰地听着这一切 心中却是说不出的滋味 自己最疼爱的外甥女居然也参与了毒杀太子一事 不止如此 她现在还准备毒杀自己这个宫 等回到宫中 妹娘就派人按茶起来 没多久 一波然有剧毒的供茶就被送到了她面前 铁证当前 妹娘再无疑虑 将这批茶 赐于何毕宫 我要让你眼睁睁地看着 你最爱的儿子被你另外一个儿子杀死 我要你一点点失去陛下的信任 我要让陛下厌弃你 当毒茶送到贺兰敏玥面前之时 她明白自己彻底输了 到了此刻 她也终于不用再隐藏自己心中的怨恨 五妹娘问她可曾后悔 贺兰敏玥却嘲讽起来 她虽然败了 但妹娘失去的比她更多 只是可惜 五妹娘并没有因为这些话而动摇 反而对贺兰敏玥有一分欣赏 看到你 就像看到了当初的自己 死亡就在眼前 贺兰敏玥终于还是生出了一丝恐惧 但她明白 在自己这个姑母面前 她绝无生还的侥幸 带着些许不甘 贺兰敏玥喝下了毒茶 就此香消玉玉 而随后不久 李芝就匆匆赶了过来 但家人阴容犹在 却早已魂归渺渺 她难以妹娘满含泪水 却将事情隐瞒了下来 她没有告诉李芝 是贺兰敏玥杀了她的儿子李红 同样是她 怂恿了李贤谋逆 这是她所能给外甥女留下的最后的体验 而因为她的隐瞒 李芝对她生出了嫌隙 没多久就罢免了她的心腹礼衣服 还将她关入了大牢 但很快李芝就后悔了 因为那世间来报 他们已查出贺兰敏玥曾在茶中下毒 想谋害妹娘 李芝心中愧疚 找了个机会想同妹娘开诚布公地谈一谈 但如今妹娘对她已是失望至极 妹娘心里面 从来没有一个能忘记过先帝 妹娘绝情的话语 如同一把利剑插在了李芝的胸口 她几乎喘不过起来 往后多年 两人便始终游离在一个相爱相杀 冒合神离的处境 而在李芝驾崩之后 她的儿子李显继位 可仅仅过了44天 妹娘就废掉了李显的皇位 改立李诞为皇帝 由此开始 五妹娘开始了长达十数年的临朝称治 而在这之后 她更是改国号为州 自己登基称帝 史称则天大圣皇帝 哇哦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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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